字 點 我寫重案 寫到處,又是重案 4 梯形,上寬,下窄 向左邊推,向右邊折 封好 窄 窄短橫 這邊均間,長橫,加弧度 這邊開始,車間隔要夠寬 上下間隔要一致 撇要靠中間一點,點要黏得比較緊 塔,這個塔有點破爛掉 不過這個塔出現太多次了 其實它破不爛爛的你要給它寫好 好,點 飽滿了點,向中間集中 短橫 撇,撇短,那勒,那長 撇短,那長,然後中間橫畫,是短橫 注意間距,所以間距這個間距這個間距 下面,口要偏扁,這樣才能做支撐 上寬,下載 好 好 好 是 後面稍微 邊走邊點 絕對不能停下來想一下才點 這種點就會死掉,因為毛筆已經沒有彈性了 所以通常我們在做什麼壓按啊,轉折啊 都是在毛筆還有彈性的時候做 不要在毛筆都沒彈性了,壓死了,扁掉了,塌了 你才要做效果 哪做得起來啊 那個筆到最後只能用畫的 好,這個地方稍微車一下再勾起來 薑 它也是乖乖的又寫這種標準字 常常的時候寫到這個漿啊 都喜歡用鐵寫字,比較方便又好看 因為這個偏旁真的不好寫 很多人寫這個偏旁一輩子都寫不好 總是覺得寫哪裡都不太正,因為它一堆略歪 好,橫畫細到後面伸出來以後,稍微拉一下 然後這個書畫倒是比我想像中來得細了 一般它寫得很重,這裡寫得好細 點稍微偏上一點壓下來 舊斜著點 好,以前的舊中間都是一個約 現在的舊經中間沒有這一橫 所以看到有一橫不要說你要寫錯字 很早古代人家就這樣寫,只是現在改掉了 好,那這種字我們現在都通稱為鐵寫字 字體會出現的字,不是錯字 不要老是說人家錯,人家幾千多年前就寫好了 你說人家錯,是你給他改掉了,他怎麼會知道 好 好,那直畫還是叫出,上面寫短一點喔 寫短一點原因是因為他想寫方 雖然在歐陽詢的話,這書就寫得很長,上面就寫得很長 所以不同書寫家他會對字的處理的方式會不太一樣 字型明明一樣寫出來的風格就差異很多 越有名的書寫家的差異性越大 第一次看到這麼小的點 第一次看到這麼小的點 不知道是刻壞了還是 踏得比較不清楚 第一次看到這麼小的點 下面還是有粗細喔 所以其實 不管這個書寫家多偉大,他還是人 他應該會有人所表現出來的自然 絕對不會把它寫得太降氣 很多人都寫到最後 每個筆畫都一定要套公式 那很奇怪 他明明是個人 他雖然有一個寫字習慣 可是他不會說希望每一次寫的都一樣吧 總會有差一點點嘛 就像書葉雖然 他的基因是一樣的 可是就會有稍微大一點 小一點,往上一點,往下一點 通通都會差一點點 請 這種是都超難寫的 筆畫超多的 點還是不能偷懶喔 還是要蓋大 要筆畫多的時候 就是考驗耐心的 第一個,橫畫夠細 這是一定要的 橫畫不夠細怎麼塞進去 第二個,橫畫的距離 要把它控制好 長短,控制好 距離長短,請 這裡面C也是超難寫的 主要是他這次有限的範圍 要做出這麼多的筆畫 所以你要先算好 大概哪個筆畫可以用 在這裡他很巧妙 他就乾脆給他寫C一點 寫C一點總沒事吧 塞了進去 所以到這裡就發現 最後才壓中 多激呀 這次眠消色想要來 再幫你 嘗試看 充滿途 還要是 251 誰 到這裡 作為 停